大家好,我是潛田 今天來過個月測試這個紫色符石呢 到底對練功能沒有用 我們先來講一下紫色符石的屬性 他是有這個物防、物防、魔防加二屬 所以是相當好的 基本的屬性相當好 然後你點上去的話會加無視靜緣 無視傷害減少2% 各減少2% 所以是相當棒的 不論是打人或是打怪 今天測出來都是有效的 還有無視靜緣回 還有昏迷跟孔明 昏迷孔明就是打架嘛 那今天測出來打怪有用 因為我只有點到加2 我只有點到加2 如果你再點更上去的話 應該是完全全超過這個 呃自立符石或是經驗符石 那尤其是這個妖精呢 妖精我覺得可能 可能是妖精或那個燒火球的緣故 他是燒火球加這個流星劍 流星劍是吃遠攻 那燒火球吃魔攻 所以他這個紫色符石他吃了兩種屬性 就是無視遠距離傷害減少 跟無視魔法傷害減少 應該是這個原因吧 所以造成紫色符石的效益 不會比自立符石跟經驗符石差 然後我們來看我昨天測的數據 我昨天測的數據是 紫色符石啊 是用這個助手測的 紫色符石一小時是0.0640 0.0640 然後帶自立符石是0.0600 所以是比你帶自立符石還高 這就蠻神奇的 可能還要再多測幾遍了 呃目前測下來測了很多遍 因為自立符石跟經驗符石還有紅符石 都是沒有超過紫符石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蠻方便的 以後練功就是直接都帶紫符石 也不用再切換了 不用再切換了 然後那些多的符石你都可以篩去收藏 我覺得這樣蠻方便的 但是前提就是你最少要點到加1或加2 那加1到加2其實不難啦 不難啦 甚至加3都不難 加4以上才開始有難度 所以蠻建議大家換 就是450萬 迷迷兵換一顆 因為大家的主要的符石都蠻高了嘛 那你 他幾乎每一季都有一次符石TJ 你可以利用TJ把這一顆點上去 因為這一 這個加5拼加6或加6拼加7以上都是蠻難的 機率都蠻低的 但是 你換一顆紫符石他前面的機率很高 所以蠻推薦大家換一顆紫符石的 不論是練功打架啊 對你來說都有用 今天就是對這個紫符石的測試啊 有意外的發現啊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